大家好 欢迎来到资金流事务所 我是彭卫生 今天是8月20号 星期二 昨晚美股继续上升 而且也看到更多贺锦丽 就是作为总统参选人 订出来的一些政策方案 他那个政策来说 与特朗普真的很不同 特朗普就说要大波减赛 减到可能15% 但是就反过来 说要加税 加到30%水平 令到整体上美股究竟怎么走呢 接下来会不会继续受到 短期里面会减息 这个利好消息刺激 大家值得去关注一下 对港股来说 当然现在这个时间 反弹的力度能否继续 也和北水还淫进来的一个重要的关系 原因都可以看到 整个的北水 昨天就反过来 在市场首高沽货地离场 令到北水是落到 至5月19号以来最大的单日 是流走的资金 会不会让市场出现一个短期的回讨呢 我们都值得关注一下 看回昨天来说 美国出的经济数据不多 领先指标 按月出现环比的跌幅跌0.6% 比市场预期跌0.4%要多的 其他来说暂时未有太多的数据 大家记住 今天其实内地那边 是出关于人银 对市场利率的一个报价的参考 市场预期是没有变的 3.85元 就来看看这个数据是否有一些改变 而这些改变来说 会不会有一些重大的意义 大家都值得去看看的 昨晚来说市场对于整体减息的预期 又加大了 令到两年期也好 有10至10年期的息率都轻轻回落了 在这个息率回调的情况 大家看到这个美汇也走远 进一步跌下一个低位 比上次日元拆仓的时候 最低的102.16是还要低 因为昨天收已经收了101.85的水平 在美汇转弱 有没有影响到股市呢 答案是没有的 因为大家都相信 现在来说 美国的经济不是出现衰退 虽然近期开始出现了 那些就业的情况 不是太理想 但是就没有去到一个叫做 大家相信是肩制衰退 所以暂时来说 大家预计在 在接下来九月份是会减息的 所以美汇的走势转弱 就是一个原因 在美汇转弱的同时 日元也是转弱的 不过没有触发到一个叫做 日元拆仓盘的情况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在现在这个时间来说 日本是大幅这样进行一个加息的话 那令到日元升了上去 对日本自己本身都没有一个好的状况 尤其是都看回不少的日本的 就是前央行的一些委员 都表示就说 在这个时间来说 不是一个大幅加息 也都不希望看到日元是继续升 那都令到市场就没有了 就是前一段时间 但是如期来的一个 就是叫做日元拆仓盘那个惊吓的 那我们看回昨晚来说 就是BI稍微也都弹了一些 那这里可能会影响到 短期里面 美股大幅上升的那个空间 尤其是三个主要的美股指数 道指也好 甚至是标普500指数 甚至是蓝指也好 那逐步逐步升上来 也就是修复了保利加通道的中组 现在来说是S&P500指数 已经是升到保利加通道的顶部 所以现在来说市况出现一些 是做对冲的动作 我相信都是令到VRS在短期里面 会升上去的主要原因的 而油价方面 以巴的冲突 都令到大家 对那个油价的不确定性 是加大了 但是现在来说似乎 就以色列和哈马斯那边的 就是有机会坐下来聊天 都会令到油价在短期里面 反过来向下 昨天来说油价已经跌到73.69美元的水平收市 那会不会再进一步下跌呢 甚至是下回到72这些水平以下呢 有机会有的 但是去到这些位置来说 大家就不要寄望油价会再跌 那我相信在72这些水平 就应该可以反过来做好那个 和油价相关的一些投资产品 那至于美股昨天收市的时间来说 那三个主要指数里面 道指就升了0.58% 那标普物指数就升了0.9% 那而纳市就升得最劲 仍然都是晶片股的世界 那升了1.37% 那在升页股份的比率来说 那昨天美股那边 升的股份达到8800只 跌的股份2900只 没有起跌的股份 就是5185只 那我们留意到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美股昨天做好 而呢 就是整体的美股是转回 是偏弱 那令到呢 人民币会价呢 都是有一个的转回强 那但是呢 就没有去到前一段时间 在一个非常之强的7.08 300这个水平 那不过呢都看到7.31 那这些位呢 那可能都已经是反映着 就是市场呢 暂时看那个的 人民币的短期走势呢 都有些少少被迫转强 那对他们整体的出口呢 未必是一件好事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接下来呢 8月份的三红麻酬数据呢 出口那部分 也就是那个所谓工业生产指数呢 可能都会呢 是走势进一步是转弱的 那我们看回昨天呢 港股呢 都有得升 而且呢 都升了300点的 139点的水平的 那现在来说呢 就是最重要 就是早段的时间升了 200多点之后回落 那似乎就在这个小时图里面 升到上普利加通道的顶部之后呢 是有余阻力的 那短期来说呢 好像有点少少转弱 那加上呢 就是昨天呢 北水的离场呢 那也是6到5月中以来 最大的资金流出呢 那都是显示到 17,800这些水平 暂时很难升穿住 那指数可能都会是 就是继续是配回甚至呢 是先行回调的 那以昨天 在这个收市的时间来说呢 那我们也看到呢 就是说 银行股的走势是相对做得好一些 那除了它之外呢 那汽车类股品呢 那电信类股品呢 那也都是做得相对好 那但是去到呢 那一些的 就是重磅的 蓝筹股呢 包括呢 就是騰讯巴巴 美团 它们的升幅都收集了 那所以都是在这个短线里面呢 会成为呢 就是令到指数 是升不起的一个重要因素的 那我们看回呢 指数的走势呢 那由当时 22,700跌到下去呢 那今年一月份呢 最低位是做过 154,794点之后呢 那61.8%反弹呢 去到19,706点 那又做回调 那而回调呢 又是做过 61.8% 那去到呢 就164,41 那又低过呢 原本这个61.8%呢 那个回调目标位 156,670点的水平 那现在来说呢 就做反弹呢 暂时看回呢 178,000会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关口 要升破 不是那么快 也都暂时来说 那个的 难不难呢 就未必难的 但是就未会那么快做到 那所以走势上呢 现在来说升到去贴近主要阻力位呢 要再大幅上升呢 就可能会慢一点的了 那我们留意到呢 就是说牛股证那边呢 尤其是在昨天呢 见到呢 就是那个的未平仓合约呢 原本就是在16,600的水平 牛股证那里呢 那一弹弹到上去呢 17,000到17,200 那而呢 在那个水平来说呢 未平仓合约的那个 就是好仓呢 相当于呢 是15202个一样的期指的 那至于呢 看淡的洪正呢 那个主要那个 就是叫做 市场的重货区呢 那就是17,800到18,000这些水位 那就是向后退了一点点 那显示到呢 大家来说呢 看后市那方面是看得比较正面 那令到呢 那指数可能在短期里面 会继续慢慢地向上走的 那至于呢 昨天来说呢 收市的时间呢 其实都还是比较多的资金进来的 那无论呢 是说的恒指国市 波子也好呢 那都是有超过10亿的 那尤其是恒指是28.8亿啦 那波子也有16亿 那而在这个坐货比率来说呢 那全部都是超过八成 都是反映着那个整体上升动力呢 其实都不错的 那令到呢 那昨天来说呢 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 升跌股份呢 那升的股份都有1057只 那跌的股份830只 那没有起跌的 1177只 那我们去到今早早了 那市开出来的高开92点啦 不过那个升幅不多之外呢 成交额也都缩了一些 剩下15.5亿的 那而呢 在那个资金流入那方面呢 也都是低过10亿的 那譬如恒指来说呢 是剩下9亿 那国子是8.7亿 那科子是7.8亿 那多一点的 那而那个追货比率来说呢 它们是全部90% 那显示着今天来说呢 那这个市呢 应该都不会是 就是走回它一个下跌的 那但是呢 升的力度呢 就未必那么大了 那而呢 那在今早早来说呢 那个的动力比率呢 那我们看到恒指呢 66只股份流入的有资金 那而呢 平均每只有1400万 那而流出的就有6只 那平均每只是200万 那明显看到呢 就是说 买入那个动力强很多 所以我都相信 暂时恒指呢 虽然现在来说 只剩下20点的升幅呢 那但是最后来说 维持到在 就是全日上升的 那机会仍然都很大的 那至于呢 那国子来说呢 34只股份 6导资金流入 每只是2000万 那至于呢 那流走的方面呢 就是4只 那平均每只300万 那也都是看到 流入的资金来说 是相对强的 那去到呢 那波子呢 就29只股份 6导资金流入呢 那平均每只2700万 那流走的 只有1只 那就是300万 那也都是呢 那流入那边是相对强的 所以在今天 你可以看回呢 整个指数的表现呢 应该都有一些 但是那个指数会收窄 那主要都是集中在 那些呢 是科技类股份 那至于去到现在来说呢 那些市场呢 都叫做还是 轻轻升少少的 那但是呢 那那个整体表现呢 就似乎不是太过呢 是理想的 主要都相信就是 那些牌来说呢 升就升到你 那些主要的阻力位呢 那尤其是呢 我们说回 一万 这个7800呢 是那38.2% 回调的目标位 那之前失手了 现在来说 上回来呢 都是个阻力 那再加上 现在在这条100边线呢 附近来说呢 也都是叫做 一个比较大的阻力区 那昨天来说 没有办法升穿 今天来说呢 也都是升不穿 那都进一步 是显示着这个阻力的 那尤其是RSI呢 我们呢 都没有办法是叫做 升到70流上呢 进一步上冲的力度 是不足够的 那如果以呢 这个的小视图去看回的话呢 那我们也都见到呢 今天早上呢 是叫做 冲高了之后呢 回落 那这一枝的阻力 呢 都是显示着 和前几天的走势呢 是有少少 就是叫做 高开低走的 的机会 是发生 在今天里面出现的 那至于呢 今天来说呢 就刚才也说过 要看回呢 就是人民银行 对那个 就是叫做 整体的台本市场的 利率报价呢 是多少呢 那另外也都会看回 今个星期呢 比较重要的数据呢 包括呢 就是星期三 这个美国联储局的 就是会议记录呢 那就会是看一下 究竟有多少的委员 会再是属于一些比较 偏格的看法 那现在呢 都多了很多的 委员呢 是出来去说 那就表示呢 未来呢 是应该要尽快去减息的 那也都会是有 就是新生年失业救济人数 那另外呢 八月份的製造业 PMI 和服务业的PMI 也都会在今个星期公布的 那最重要当然 就是今个星期里面呢 就全球央行联会呢 开会下呢 那究竟呢 联储局 啊 鲍Sir 会是有些什么的 就是暗示啦 去给大家去看一下 参考作为呢 就是 未来是否九月份 一定减息的机会的 那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了 多谢各位收看先的 那未来几天 我会放假的 那下个星期呢 我先回来 到时来说 再为大家呢 是分析个后市 那我走之前呢 记得是给个like我们啦 那和呢 也都是 记得subscribe 那以后来说呢 有新的消息 新的一些分析呢 就会是立刻通知大家的 那也都呢 欢迎大家呢 可以将一些的 就是那个link 我们的 节目的link 就是share给你的朋友 那来到更加多人呢 可以利用回 是数据作为分析后市 和即市的工具的 那好了 那今天 就来到这里先了 那我们呢 下个星期一 那时候再见 拜拜 再去看 这一面 我又在这边 就要做了 你不想办法 一楼子 你不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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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